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艺人 妈咪 她们家有四千斤 听说最小的跟倒数第三个 她们还差了七岁 我想她一定有很多 跟小孩相处的秘诀 真的 你知道在嫁的时候 跟妹妹的时候会咖啡一下 然后声音就会变得很大声 一直聊天一直笑 对 然后爸爸妈妈就会 闭嘴 很吵 太大声了 对 她一定有什么厉害的方法 所以我们要赶快请她出来 好 赶快一起来欢迎 年轻又漂亮的Vicky妈咪 大家好 真的很漂亮 我终于来了 真的 其实我们才是看着 你才是看着我们长大 我真的从她们小时候 她们真的有来看 然后但是现在那么大 现在最大的计算 最大十二岁 但是我要代替我妈妈来问一下 你看十二岁的妈妈会长这样吗 她有四个小孩 她说这个妈妈看起来 不像真的四个小孩的腿 还那么漂亮 怎么保养 就是保持好心情 好小好天真的个性 我太喜欢你这句话 好傻好天真 真的可以保持这样的心情 我觉得做什么事都没困难 你也有问题要问她 对啊 你是就是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小朋友那么安静 我们家小朋友没有安静 没有安静 其实我们常常被楼下抗议 真的假的 四个耶 四个真的会很吵 可是她们其实年纪上面有差异了嘛 所以其实大的她已经就是独立了 所以她也去住校了 住校 对 那老二她也选择去外地念书 离家 对 这算老三老四 对 所以就算老三老四在家里念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 可是礼拜假日 一到假日就会变得很热闹 对 这就是很多小孩的好处 是 我真的觉得要三个以上才够 真的 我也鼓励大家三个以上 赶快还没上 赶快上好不好 但最重要的是 Vicky妈咪的料理如何呢 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要一起来看看 一起来大明星 请上菜 Vicky妈咪 今天需要哪些食材 食材有高汤 小白菜 煮角豆浆 还有油条 白饭 以及虾仁 还有花枝丸 跟姜 跟粑 这个是蒜末 蒜末 对 我看到了 就是这个是早餐在吃的时候 会有豆浆跟油条 所以你这个料理 该不会是以 咸豆浆那个概念做出来的 好聪明 怎么样 称赞我了是不是 香醋厨 你真的很厉害 香师傅我就是聪明 对 而且你不觉得这些 其实就是冰箱有一些料 比如说盛饭 很容易准备 对 或者是早餐没喝完的豆浆 对 以及这个油条 来把它再做 重新做一个料理 而且是小朋友都给他 大小朋友跟小小朋友都可以吃 大小通吃 那赶快来看要怎么做 好 那我们首先就是有备料了 那我就是先把这个姜 我是需要你们帮我 你帮我切一下这个 把它切成四等份好吗 那这个也是帮我切小段 好 切小段 是 那我就是来切一下这个 把姜切成那个姜丝 这道料理是你自己看到 然后就会吃过以后觉得很想要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 你知道有时候煮饭煮太久了 你需要一些改变 对啊 因为其实很少吃这个 饭里面有豆浆 对啊 而且豆浆的营养成分很高 对 很多有蛋白质 好 谢谢 好 那我现在 我一边做一边做 好 我等你开始做 好 平常在家里真的有煮饭吗 有 好不好 可是听说 曲哥的妈妈更会煮 对 我婆婆超会的 超厉害的 那曲哥嘴巴挑吗 他就是说了一口好菜 说了一口好菜 对 你看有没有香味 姜的香味 有 出来了 对不对 其实爆香那个味道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枝丸 切了四等份的花枝丸 放进去 还有这个 虾仁 所以今天是先把这个 两个先煎一下 让它的香味爆出来 就爆香 对 让那个鲜味有出来一下 真的耶 那个姜的香味好香喔 对啊 其实这道料理不难耶 而且我觉得如果有小小孩 要吃的话 可以再切小一点 再切小一点 是吗 要入口 甚至把那个虾仁 都可以切成小丁 这个妈妈的贴心度真的很高 然后我们就用原来的锅子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锅子够深 所以是它那个刚刚的一点点油 跟鲜味在上面 我们就把这个高汤加进去 对 可以保留那个海鲜的香味 跟姜的味道 对 高汤 对 然后把白饭 白饭 拿一个大 谢谢 把白饭加进去 那你们家有四个小孩啊 其实四个女生 会不会她们各自有挑食的食物 小孩难免吧 对 一定会 可是我们家小孩 我觉得 她们比较不吃那种软的东西 软的 譬如说豆腐类的那种 豆腐不喜欢软那么软的 对 她们喜欢有嚼劲 像鱿鱼臭有没有 鱿鱼臭有没有 鱿鱼臭有吗 鱿鱼臭那一种 就是她们喜欢咬起来硬硬的 啃 然后鱿鱼臭叫不要 还有对 喜欢吃鸡脚啃骨头 很奇怪耶 很特别耶 鱼臭很好 鱼臭很好 其实没有 就是她们喜欢有嚼劲的 好 滚了耶 滚了 其实我如果在家 我会让她再熬久一点 真的 因为就是小孩要吃了粥 所以会稍微熬久一点 那因为今天是时间上的关系 对 所以我们就滚了之后就差不多 我们就把食材放进去 刚才煎过的那些香味都再放进去 那你其实家里面 你看一下冰箱有什么食材 其实都可以加到里面去 就是妈妈自己赶快想要 趁新鲜都把它煮一煮 对 你可以煮海鲜的 或者是说煮那种有带肉的 或什么的 排骨的 对 那煮饺豆浆呢 等一下 是等一下 我们先让它稍微煮一下 然后我们要调 等一下要 一起调味 对 所以大概就是先熬煮一下 让它入味一点 是的 好 差不多 你看它有一点在勾芡 就是有一点收汁了 稠稠的收汁了 对 然后我们就是把主角 豆浆加进去 我第一次要准备尝试有豆浆的粥 其实你们没有喝过有豆浆的火锅吗 火锅汤底吗 有 豆浆火锅 火锅汤底 或者是牛奶之类的 对 或是牛奶之类的 牛奶有 有 豆浆比较少 也有豆浆 还是我有吃过 根本不知道是豆浆 以为是牛奶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会有一种豆香味 对 我可以试一下那个味道 当然可以 我们也很喜欢试味道的 你有调味了吗 有 不小心在默默之中 已经调味了 对 你们要不要试一下 因为我本身我不太喜欢太咸 好啊 但我觉得有一点点咸味出来 我就不会再想要加了 真的是豆浆 你看它就是上面会一层薄膜 那才是好的豆浆 好 那我其实豆浆不要煮太久 那其实我们要加一点那个 胡椒粉会很香 天啊 味道很好耶 我喜欢多一点胡椒粉的感觉 我可以出去帮你做正 你是很会做菜的妈妈 好香喔 因为胡椒粉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遇寒的东西我觉得 对 然后可以帮我拿一下那个小白菜吗 小白菜 没问题 然后可以帮我就是把那个油条给 用一个塑胶袋炒起来压灰吗 没问题 好 那我们就请很会压油条的爱子来压 真的耶 用感情压 你常去油压是不是 不是 常去油压 油压 好 那个等一下 那个我们等一下会放在最上面 再放上去 然后就加进去 就在滚的时候再放白菜 最后再油条 对 白菜还是稍微煮一下 你看就是很丰盛的一个粥了 你有没有看到 颜色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有蛋白质 有蔬菜 对 没错 而且这小白菜其实烫一下就好了 有点固 好了 那我们要起锅了 好 给你一个 好 大碗 那我请那个小师傅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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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我今天都没帮忙什么 只有耍嘴皮子 好 这个好香喔 对 在咬的时候肚子都饿了 OK 可以 好 可以 然后我就是 最后我会撒上这个 哇 增加它的香味跟口感 你这样摆看起来好高级 好像中式餐厅会端出来的粥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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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把香菜 香菜再摆上去 哇 这样子 很厉害 就可以上菜了 耶 赶快请Vicky妈咪再告诉我们一次 这道料理叫做 豆浆海鲜粥 完成了 好奇怪 豆浆风味 好香喔 好香喔 这道料理很特别 它的底是用无糖豆浆 我们都知道豆浆跟牛奶一样 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 但是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 想要增长发育 补充足够的钙质的话 其实牛奶还是会比豆浆来得好 美味开动 赶快来试试看 Vicky妈咪妈做的这个粥 有豆浆风味的喔 很香 超香的 暖心料理 重新开始来品尝一下 真的 让你吃起来暖暖一点 我怎么那么厉害 真的 你怎么那么厉害 可是我觉得胡椒应该要多一点 我也喜欢加胡椒 对 其实它那个 如果有胡椒的香 那个提味 那味道会更好 尤其天冷的时候 是的 你觉得呢 很新鲜耶 很新鲜 因为那个牛条 就是里面暖暖的 然后会变上一个脆脆的感觉 很配合 就是增加那个口感 脆脆 所以你说有芹菜的话 也会有那个咬劲 对 也会有那个口感 我忍不住要给这个妈妈四个字 一起 好 什么姿势 这套粥实在是 太美味了 太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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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我没想到秘笛妈妈 会这么会做菜 我平常看你就是天真 然后讲笑话 做料理一级棒 也是要的 因为我也 我跟你讲我从以前 刚结婚的时候 火烧厨房 要慢慢去学习 因为没办法 小孩就是尽量不要外食 真的 但是你知道很奇怪 你反而在家做小孩 又跟你讲说 妈 我今天想吃外面 你真的会气死 认真做的 还想吃外面 对啊 但是最重要的是 Vicky妈妈那么开心 教我们天真又简单的快乐生活法 然后把这些新鲜 注入这个料理里面 是的 暖暖我们的心 你应该在家里要试试看 真的会暖心 再次谢谢Vicky妈妈带来 好吃的料理 谢谢 如果想吃到更多美味的料理 要记得准时收看我们的 料理甜甜圈 下次见 拜拜 这个碗我可以真的吃碗 太好吃了 很香耶 我觉得把花枝丸改成干贝 应该有点不错 对 我刚刚吃在煮的时候 我就想到 虾仁跟干贝 对 整个更高级 真的 大家好 我是太阳哥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不要忘了记得按这里订阅哦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特别的内容 也要记得按这里哦 好 好 好